好,歡迎回到愛動力小圓的第二支 剛才的故事大概都講完了 接著應該是時候講講分析 其實這套東西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說近期才看一套偏封作品 為什麼說它是偏封呢 因為它一開始就包裝到傳統王道魔法少女 其實你一看第一集 OP也很健康 OP之前一開始就是小圓和魔法少女在戰鬥 那裡是很黑暗的,是廢墟 但背景是黑暗而已 其實它滲了一點東西在這裡 如果你很細心或者看第二次的話 或者你本身知道背景的話你會留意到這些東西 但是你第一次看或者當它是王道的東西 你不會很在意這些位置 後面是廢墟 那它打打打到一半 然後無緣無緣無故睡醒了 我原來發夢這些老近的東西 接著就入OP 其實OP也非常健康 又青春少女又下雨 然後又跑步那些 而且這首歌還找當時最出名的 其中一個少女組合 卡拉樹來唱 卡拉樹一向唱的東西都很開心 你沒想到這些是黑暗是 找它來唱的 我完全猜不到 我一開始呢 即是這季的動畫新版 我打算看很多套 但我沒打算看 因為我看到名字 我已經不會打算看了 然後怎知道 有些人跟我說 喂 你看一看吧 不是你想像中那樣東西 然後再回答一看 頭兩集 我都有點想說髒話 第三集 什麼事 你這樣說起來 突然想起 我看Amazon那裡 有一個人說 我看了頭三集的魔法少女 覺得很健康 介紹給她三四歲的表妹看 哈哈哈哈 怎知道她看了之後 在入方狂哭 然後她的親戚就 列為你這個人 就禁入名單 已經不准進入你這個家了 哈哈哈哈 因為太弱散了 為什麼說第三集 其實頭兩集都是說 小燕如何撞到學者 然後又說做魔法少女 一起玩吧 一起做傳銷吧 一起做傳銷吧 傳銷好啊 或者在做援教那些 那小燕就一直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 出來好出來 就是下海好不好 下海下海 然後到第三集 的氣心說 我陪你學者一起下海 學者都很開心 終於有人陪我一起玩 以後不用孤獨一人 被人坐 從不喜歡孤單一個 就是看著那句話 我以後再不用孤單寂寞 還是不用再害怕 以為打算很健康 那個名字 是死亡人F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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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是死亡人Frag 學者就在第三集的那場戰鬥 被魔女殺了 殺的方法都嚇壞了 我俗稱就是尿尿尿 老實實 其實講魔我又很失望 因為每個人都說 看完第三集 就會完全不同 第三集就是 學者以為打死那隻魔女 因為學者是用槍的 他拿槍射爆 魔女以為打贏了 然後誰知道魔女是屁股在頸部 就爆出了個頭 那時候是鎮身 然後一一下子 都蓋了學者的頭部 然後就吊著他屁股 在暴空中 然後也用來被咬 吊子 吊吊子 扔了一陣子 我以為會頗為他發聲的 但其實他只是很蒙太奇了 就是他張開口很接近麻美學者的頭 然後就拍了小玄他們那個很驚慌的樣子 再來就已經吊住了下半身 學者其實樣子也是很惡然的 他猜不到 其實那幕挺有趣的 相比起說虐殺我也是會想起Eva 相比起Eva整班友仔量產機殺了二號機那種虐待 血肉橫飛腸就爆了 其實就兩種不同的風格 再加上魔法少女永遠都是必勝的 重點是 我想你會死的 魔法少女是不會死的 我看哪一套 但DB他拍了 學者被黑影被咬了 所以我看完第三集我就可以問你們他有沒有出碟 還有他修正在玩的那個鏡頭 玩得挺有趣的 因為你打算咬頭 它開鎖的聲音 是把鎖開了的聲音 這次周星馳到電影裡面被人插春袋 然後是你的雞蛋 可以是異曲同工 所以我對那一幕是有點失望的 當然你說魔法少女會死 之而此外都是意外的 但是那一幕純粹是就畫面來講我失望的 還有我想除了會死之外 我另一樣最有印象就是 以前看魔法少女總是會很愛與夢想 最後化落收場的嘛 從小看什麼飛天少女豬絲丁 搞完一輪就吵那麼多粒豬 也很happy ending 其實這套東西是適合給充滿夢想的人看的 告訴你實際上是很恐怖的 給我了解一下 你以為有夢想就會成功的嗎 有夢想也會糟糕的嘛 有夢想你以為做魔法少女這麼簡單 你以為是命來搏的 是不是 想買些東西不用付錢了 是不是 就是這樣解釋而已 基本上QB這隻東西 好像靠你所說 極度理性的怪物 基本上她不存在感情的 她說的所有東西都是很理性的 為何來哭啊 為何要這樣 一向都是這樣 很奇怪啊 完全是 剛才我們在中間的時間都跟大王聊過 大王都說正的 其中一個對白是說 其實你這麼傷感做什麼 我當你們那些人跟養牛養豬一樣而已 那牛死了 豬死了都是拿來吃的 多好啊 不是 她說得對 她說得對 你反駁不了她 應該說完全是 她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而食用其他東西 難怪有什麼問題 為何要這麼傷心呢 對 你心就是這樣 結果論還跟你說一句 沒有我們 你們現在還是原始人而已 小朋友 這句話 簡直是在這裡 屍破臉了 這一下真的最要命的 但是是不是應該要說一下 第一節提到那個 她尋求這個能源的 對 那個極度複雜的原因 是不是 有請我們的學士級 其實為什麼QB會走下來 外星人提過 走下來地球那邊 因為他們在這個能量學裡面 這個熱力學的第二定量 就說其實能量是會不斷地減少的 那樣東西就是說 譬如我將一杯水 由零度煲到一百度 我當然要付出我的能量 但我可能付出的能量是二百 而杯水才會變成一百度 因為會有不同的方法 輻射 任何方法 其實你的熱是散走了 會是消耗了 消耗了 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將一杯一百度的水 和一杯零度的水 混合在一起 那麼它們會變成五十度的水 而我要將這五十度的水 再變成一杯零度的水和一百度的水 我要付出更多的能源 而不是可以單單地分開 所以這個宇宙間的能源是不斷不斷地減少的 我一分錢就沒有一分貨 可以這麼說 就叫做永久動力機關不可以實現的原理 又有些不同的 不過它這個定律有趣 其實它沒有否定能量守衡 能量的確是守衡 只不過變成另一種形式 而那種形式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再拿回來用的 變成輻射 熱力散走了就散走了 所以你怎麼回覆射射 再變成其他能量 變成一棵樹呢 不會的 所以QB那件事就是他就發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將地球的這群年輕人變成魔法少女 他們所許願的時候產生出來的那種神奇的力量 再給他希望你 再令你變魔女的時候你會很失望 即是正面的能量又吸引你 負面的能量都要吸引你 即是首先把你吸到神任高 說你是神任高No.1 告訴自己現在的世界上一跌跌下第一膠 對 他是賺頭兼賺美的 對 你們以為他蝕頭賺美 誰知道他有什麼果實 簡直是菜母公司要買公告 即是很簡單 賭錢的裝 他是裝 當魔法少女變成魔女的時候 中間所產生的能源 他們就會存起來 就可以溶回 所以這個宇宙的能量就不會消耗到沒有了 其實QB的目的是這樣 所以他大概跟人類生存 養一些家畜 豬油雞羊 養完之後就把他拿來吃 他們其實都是這樣 他養完你之後就把你拿來的能源 是對他們生命的俗傳 所以對他來說 他殺一個女仔 一個魔法少女 或者令到你死 令到你的人生完結 其實對我們來說就好像把那隻雞一樣 是極之正常的 不是 我覺得他在看魔法少女都是自生自滅 不是同觀者 他只不過是一個同觀者 他不止 他不停慫恿你 他慫恿你變 他等於在一群人裏面 各自給一把刀 那你就互劈了 你們不見得好 他給完刀你就會說 你想一下 砍死A吧 不是 你想得到某些東西 你就必須付出代價 我建議你有這個選擇 你可以這樣做 你做了 那你就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還有這個遊戲規則是很聰明的 基本上你引了十個人進來 只要有一兩個人 因為心情不好也好 什麼都不好 慢慢他變得黑暗化的時候 那他要想辦法自己不是的 那他就會去搶 或者爭 去爭取一個正面的Grip Seed也好 去補充自己的那邊 其實只是差資源而已 不過問題是這個遊戲規則就是 基礎是夠大 有很多魔法少女 只要一來有五個不生性 變成魔女 那些人就去搶 就去搞定這件事 不是 應該是說 只要人還抱了希望 他也是不會死的 那也挺划算的 但其實我經常有個很大的問題 我看完之後就是他 QB當然會找到第一個魔法少女 那那個魔法少女是怎麼出生的呢 對 我也有這個問題 我沒有魔女打的 你變了魔法少女之後 對 變了 可能他就是最終BOSS 因為他有希望 或者他一開始不是找一個 但是你找那個魔法少女 你投我批魔法少女是沒有魔女打的 應該是這樣說的次序有些可以想想的 首先他實驗過夢想 我夢想未必是打魔女 你實驗了夢想 但是這個夢想帶來什麼呢 例如你說想為人民好 其實他裡面都暗示了 那些歷史女性人物很厲害 埃及妖後什麼也好 不一定是魔獸令你變成邪惡 但是你對於你實現這個夢想 感到絕望 感到沒有希望 實現希望就立即絕望 你覺得這是絕望的時候 你發覺你這個夢想是達成不了 其實你這顆Grip Seed 你的Soul Jam已經會黑化了 對 不是啊 但是你這個說法不成立 因為他們的夢想是不會實現不到的 不是啊 實現完的結果是你想要的 實現完之後 下場是怎樣呢 是另一回事 例如 聖女正德 九個國家 是真的九個國家 問題是他被自己人害死 燒死了 燒死了 那他九個國家 結果是被他自己人出賣 那他絕望 絕望也是人 在一個人絕望那一刻 其實那顆東西已經會黑化了 已經黑化了 那黑化到盡頭他已經變魔女 我明白 但是問題是你第一個魔法少女 他找了一個魔法少女回來 實現了一個願望 然後魔法少女變了魔女 他才找第二個魔法少女 去打第一個魔女 那問題是為什麼第一個魔法少女 他找回來 那你為什麼會是魔法少女 他是不會有魔女 他不用跟你說 他不用打了 他純粹幫你實現的願望 啊 就是打了之後又後製上去 很簡單你跟魔鬼做交易 不不用 他跟你做過交易 等於財務公司 你是不是要借錢 他沒有說一定要還你還錢 你借了啦 免費借貸 卡數一筆清 那些 他都不用還的 等於這樣的 那個夢想 跟他實現的事情 可以跟魔女 所以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 簡單一點 文學一點 就浮屍了那件事 我幫你實現願望 但你死了之後 靈魂就是我的 就這麼簡單 不過不是啊 第一個魔法少女 你都沒有Grip Seed 你想 不是 死人 是死人 所以第一個 基本上是必死無疑 他都沒有Grip Seed 但其實那顆蘇張 你不用就不會黑化 那顆蘇張他又不是說到什麼 又不是說到其實你心情不好 就會黑 你用魔法就已經黑了 他心情不好 為了他墮落 是會一直黑下去 但是你純用他都已經黑了 即是 用魔法的時候 學者不斷用的時候 即是最瘋利的刀都有三十幾起人 還有他沒有說的一件事 最有趣的就是 例如你用魔法這樣 你用魔法做了 我們用數字 贏了十 這樣的功效 但你那顆石髒的程度 可能是不止十 即是你永遠在虧 他有沒有說到這個 對 他沒有說的 但如果他永遠在虧 那QB這個遊戲規則就成立了 你正在虧 那你就要爭資源 但是爭極你也不夠補一條數 那你就繼續爭下去 那就繼續引誘多些人進來 但又敢問 其實你們覺不覺得 其實對你們來說 QB是不是一個奸角 不是 不是奸角 不是奸角 只是一個旁觀者 真的叫 是一個 不如說 針刺不到來就不知痛 如果你說刺到來 我就會憎恨他 但刺不到來 我就覺得挺理性的 其實我自己看完這套 我又挺喜歡QB 他很聰明的 隱瞞那件事 他說你又沒有問 雷曼那樣 你沒有問我就不說 你也沒有問 搞完一陣子之後 你的身體原來是變成一堆東西 他不斷說這個 那他又沒有問 還有其實他 你說他有沒有做過壞事 也有 他推沙亞加去做魔法少女 還有推沙亞加去救沙亞加 其實他的目標 都是想小元變魔法少女 沒錯 因為 夠朋友想著 因為當沙亞加變了魔法少女 小元就有機會變 當他就發覺沙亞加變了魔法少女 都不行了 等他變魔女 那阿恆子就 由於幫小燕一起 對付他們一個最大的敵人 魔女之夜 就是這套東西裡面 你就是big boss 由於一個魔法少女 他打不贏這個魔女之夜 就想著小燕和 阿恆子兩個合作 所以他就要弄死阿恆子 只剩小燕單拖的時候 小燕要叫小燕下幫手 幫拖屌 他不夠打 總之 他用盡辦法要焗小燕變成魔法少女 魔法少女 是啊 他都有做壞事 但是 可能我想說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五個女主角 我都不覺得他們很討好 所以 當QB弄死他們的時候 我就覺得 OK 很狡猾 特別剛才提到沙亞加 弄死他 被人出了兒子的故事 這個故事 這段 其實我很奇怪 因為出了他兒子 他兒子那個就是 他和小燕其中一個好朋友 叫做仁美 仁美 仁美 仁美已經說了 你不去追他 我才出 有攤牌的仁美 有攤牌的 其實本身仁美 我都覺得很慘 因為一開始 第一集出來 他們三個一起走出來 他兩個變魔法少女 之後還可以用心靈去對話 不敢跟仁美說 多可憐 仁美 我看著你們 其實不是朋友 你覺得 其實是不是朋友 這件事 可以補完一些東西 其實大家都先看動畫 但其實小說版也有 最先是動畫版 對 很多朋友都會看了動畫 然後衍生了一堆漫畫 其實小說版是挺有趣的 我最初是一開始節目 我都說我很不喜歡小圓這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他死氣沉沉 不知道想怎樣 發偶鬥 沒有夢想 廢氣 廢協 是的 廢協 我們騰外說會說廢協這件事 總之看不上眼 但是小說的第一個對白 看完之後 我又突然覺得 情有好緣 小說的第一個對白 就是其實 我是 不知道朋友是什麼 其實我身邊是不是真的有朋友 我身邊有些人 是跟我很開心心 聊天 但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是不是朋友 總之他對好有很多東西很好奇 但其實他是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其實他是一個 當他是一個 入世未深 比較喜歡思考 究竟的解釋是什麼 所以 其實基本上 他最遲才下答 但其實看他的壞樣 我說看完小說我喜歡 就是因為 他就是表達到這種感覺 他整場就是在想不想不想 不知想什麼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他最初沒有夢想的中產 總之他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總之我都不需要追求什麼 總之其他 很簡單 那些粉絲 每個人都有些 都出事 那些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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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糟糕 那些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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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小說 是交代個人感情較重 第一句對白是很精 但之後 其實某樣的對白 為什麼這樣用 我覺得是跟他的設定有關的 因為剛才我們靠哥不停地說不知為何不斷說佛士德 其實這個作品是跟Eva同類的 都是有極大量的設定、極大量的典故放進去 而最多人說的典故應該就是佛士德的劇 佛士德這套劇就不多說了 總之就是… 其實故事挺露緊的 其實太相似了 佛士德總之就是一個博士 而他這個人又是甚麼都有 但他又經常覺得對這個世界是甚麼 本質是甚麼 不清不楚 經常都不知道這個世界是甚麼 我覺得像人間失誤多一點 基本上你當他是一個 我得到了某些東西 但我失去了那些東西 我想追回 之後又這麼巧就是… 有方法讓你可以追回你失去的東西 因為他這麼迷惘的時候就中招了 就是有隻魔鬼走出來 是啦 那就是梅菲斯特的物體 基本上就是QB 總之就是QB那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我幫你得到你曾經失去的東西 或者你想得到的東西 我都可以幫到你手 是啦 總之這樣啦 總之你之後就… 你死了之後的東西就是我的啦 這個故事其實很露緊的 無論你有很多電影 小說 很多東西都是用這件事來講的 不是啦 但你想想想 創作這篇文出來的時候是挺生命的 你反而想起來 你現在是覺得露緊而已 以前也是露緊來的 只不過他告訴你 有很多人都是… 只不過我不會用這件事去整個描繪出來 所以他不是他生命在那時候 剛剛出的那時候 那哥德那時候做這件事是新人的 你現在覺得… 其實你現在覺得露緊呢 哥德也是一個怪人來的 這些不是文康節目說的東西 不是討論範圍 我們不是討論範圍 我們先撐回來 剛才我們在說不小心提到廢協 對呀 廢協 什麼叫廢協 什麼協會來的 我想說回沙亞加的那段 你是嗎 說到沙亞加那段 其實他… 剛才你提過 小元說他身邊很多 對他和他一起笑得很開心的人 但是不是朋友 但我看的那件事是你沒有當他是朋友 即是仁美其實沒什麼的 但是他和沙亞加 什麼Q都不跟仁美說的 所以就是有趣 其實我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 基本上不知道什麼叫朋友 是把一群女生嘻嘻嘻嘻嘻的身體 可能女生的世界本身就是這樣 哎呀 女性觀眾不要打我們 不要再投訴 你一群男性不明白女性的心疾 我明白而已 然後沙亞加治治好了她的朋友 她的心疑那條兒子 然後她又發覺原來仁美都喜歡她 然後有一天仁美放學就約了她去攤牌 就跟她說 總之我給你48個小時 你不跟她嘗嘗嘻嘻嘻 我就跟她嘗嘻嘻嘻 她還很有信心 他想著嘗嘻嘻嘻就吃硬了 其實我又不覺得她很有信心 沙亞加真的沒有信心 沙亞加聽完這段之後就自己放棄了 那沙亞加就知道自己已經不是一個人 是一個喪屍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沙亞加 然後小元就說你為什麼不嘗嘻 然後說我已經是一個死人了 知道是殭屍 他為什麼會喜歡一個殭屍 你又知道 可能條仔喜歡玩殭屍 你什麼意思是一條死魚 他喜歡搞死魚你不知道 基本上大家從頭到尾是自把自為去實現的夢想 也是自把自為去放棄的 然後她就自己變成魔女 她任性到變魔女之前 人家人家都說救她 讓你不要變魔女 她又誤受人家這套就發瘋了 又要死的 是呀 恆子還是小燕 小燕給了Grips就救她 她又不要 還有其實她那個人是 很青春期的叛逆 她對朋友都很差 小燕跟她說你不要放棄自己 你講那麼多話是不是魔法少女 你認識一條春什麼魔法少女的 你變了你才跟我說 她是會這樣的 所以基本上她們絕對不是朋友 我覺得生日加的性格是不好的 女性的友誼 我們一生都是朋友 三年後說什麼 我是頗討厭生日加這個角色 所以她最後的結果雖然不是那麼好 但是 應得吧 我不可以說應得吧 但是我沒有什麼感覺 你沒有好結果 但是我之前聽你說 阿成你好像很不喜歡她救回那個男生 上一條公界 我真的頂他不信不可以的男生 為什麼呢其實 某程度上 你明知道那個女生是想你了 三招不是你 貪你 老實說你好之後完全忘記了這個人 出院又不跟她說 又不找她 什麼都不管 正所謂什麼叫共亂 基本上是不是朋友 共患難就可以共富貴 所以會不會反過來我就想 可能 即是奧容我覺得這個男生很壞 生日加是不是自己也都發錯效 發錯情 以為別人有希望 不是啊 我看差一個題目 我看一些惡搞小說 QB實現他的男生好起來 QB將他男生的手裡 變成一個小提琴手 QB直接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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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B誇笑到 因為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這條兒子 他出場是多餘的 那樣東西是你用長腿叔叔的模式 就是他有一個喜歡的男生 他為了用他 然後剛好任美又跟他 跟他釘中的同一條兒子 但是他真的從來沒有出過場 好像HGAME那些男主角 沒有樣子的 其實都OK的 通常HGAME男主角發得很長 看不到眼睛 因為他在裡面打HGAME那個人 都是這樣的 不過多數是胖的 我覺得他不出場都可以 所以他其實他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當然你說他出了院 或者他整套東西 對新亞家都不是那麼好 但是你自己過來發酵而已 是啊你自己發酵而已 雖然國有國水 這一批是兩個都自己拿來扮的 是啊 但是害慘了恆子 恆子百合而死沒問題 恆子 但是其實我整套東西裡面 恆子是唯一的性格有改變的角色 是啊 又極度殘酷慢慢慢慢感化了 覺得為朋友可以去犧牲 突然間很感動 就是他有一個希望絕望 希望絕望的這個僅裡面 而且因為恆子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作為一個觀眾 你應該都可能會討厭他 即是又串又不可理喻 又不可理喻 拿著東西不斷 不斷炸 拿著一支槍 抱歉 拿著一支槍不斷炸 然後你會頗討厭他 但是慢慢你知道他的背景 還有了解完 這個人情有可原 還有當他了解到西亞家的性格 有個新童感受之後 他慢慢地改變了他 其實都OK的 我又多喜歡他的改變 所以凡事的不要只看表面 但是他跟這個學者一樣 氣氛不重 你問我 都算重了 我覺得他 起碼你都給他幾集慢慢說 學者真的死得乾脆 但是他可能跟主線的關係不大 他基本上拆開了 所以你問我 我對他跟學者 沒有特別起戶 但是也不特別有好感 那當然學者大波 好 不審靜 不好意思 全人沉默了 好了 我們為了要令這個沉默的氣氛 好一點點 我想我們要學下一節 差不多是時候 好啦 給我一點時間 下一節 下一節 先節聲一下